请教杨老师这是高招还是险棋 他决定要提告 他提告是必要的 否则他其实大家整个社会都会存疑的态度 这么严重的指控 这么具体的 说他有婚外情 说他有私生子 说他有帮他买房子或生活费 这都是非常具体的指控 如果他不提告 很难面对 不要讲6月1号 很难面对选民大众 可是韩国瑜选择了一条 对他比较有利的提告路径 他选择用公诉的方式来提告 换句话说他告检察官 他不是用字数的方式来提告 我稍微说明一下 这两点可能有的不同 所以有可能告假的吗 有可能形成一个卡住的悬案 如果告公诉就有可能了 这个点我一一来说 因为字数刑事案件毁谤 如果字数刑事的毁谤案 那原告就要提出对方被告吴子嘉 毁谤的证据 除了要提出吴子嘉曾经在公共场所 所有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的 引带了之外 他要证明他所讲的内容是伪造的 是说谎 因此他就要自己主动的提出证据 换句话说原告 也就是韩国瑜要找王小姐来提证 换句话韩国瑜自己要把王小姐找来证明 说这个吴子嘉讲的是谎言 或者他要找黄文才出来证明 吴子嘉讲的是谎言 或者他要找其他的证据来证明 他说的是谎言 可是如果告到公诉检察官那里去 也就是检察官主导办案 检察官就成为调查主责的人 检察官来调查 检察官的侦查程序非常简单 由检察官来调查证据 换句话说检察官来传王文才 检察官来传王小姐 检察官来传所有跟这些事情 可能有的证据 那当然吴子嘉希望检察官传的证人 检察官也想办法去传 我相信最关键的证据只有两个 王小姐跟他的小孩 就这位少年或者少女 这位小孩子 因为要证明他是他的失真子 因为他的控诉毁谤的内容里面有说 他有婚外情 这是王小姐的 那以及他有失真子 这是那位小孩的 那个小孩当然可以用科学验证的方法 可是重点是这位王小姐跟那小孩都要出庭 这就要当事人出现 证明要由这些人来说明我跟他没有关系 我跟他只是打牌的关系 这由王小姐亲口来讲 他如果讲的是谎言 他自己要背伪证罪的责任 所以他应该只要出庭 他其实不太敢讲谎话 因为那个卫证很容易 由被第三个证言证明 他可能是谎言 可是他只要出庭 他就要讲实话 他就讲说我只跟韩国瑜 在家里打过麻将 我在哪一年跟他认识等等等等的 他可以这样子来论述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根本不出庭 因为他发觉可能有别的证人证明 韩国瑜可能在他家里过一月 我讲可能 全部都是可能性 可能有别的证明 证明他讲的话是谎话 他就不敢出来讲话了 他就不敢出来作证 他不敢出来作证 按照行事诉讼法 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按照行事诉讼法176条之一 王小姐 王小姐有出庭作证义务 如果因为吴子嘉一定会要求 你当警方传唤他的话 他是关键的证人 他是关键的证人 他有出庭义务 那他又不能够说谎 否则背负着7年以下位证的罪罪 罪比那个 比毁谤罪还贵 毁谤罪只有一年以下 比吴子嘉可能风险很高 所以他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那只有老实说 对 那万一他真的就是他 他唯一可以躲的 他又不能讲 他唯一可以躲的就是 就是不要去 就是不是 王小姐等等 王小姐 就是通常证人可以不作证的 正当理由 他如果有正当理由 他就可以标志正 比如我现在生病躺在医院里面 比如说现在人在国外 我就没办法出庭作证 这都有可能 他可以长期躲在国外 等选举完毕以后再回国 这个都有可能 现在立刻就出国 搞不好现在已经不在台湾了 有可能 说不定了 这个都有可能 他就请假 船票拿到以后 他就设法就跟检察官回一个 说我现在人在国内 我在人在上海做生意 恐怕半年一载都回不来 那等到中央民国选举都结束了 他再回国 检察官这个案子 如果韩国瑜选上总统 那这个案子怎么办下去 这个还真的有另外一码事了 总统有刑事后面权力 他这段时间就有一段可以拖延的 另外一条路他做不到 虽然一般人可以做 就是有亲戚关系的人 可以互相不作证 可是他又不能承认 他跟韩国瑜有亲戚关系 这点他绝对不能承认 所以他就非出庭作证 不出庭作证 通常检察官会很耐心的 在小案子上 很耐心的一传二传三传 原则上都不会按照 刑事诉讼法 马上处罚 按照刑事诉讼法 你有义务出庭作证的 被传唤 没有正当理由的 他就要第一个 被罚三万块钱以下 可以被罚 而且连续罚 传你一次不到 我可以罚你一次 传两次不到罚两次 那当然他可以仗的 可能有人出钱 他干脆就不出来 就给你罚钱 要不然就强制居体 我一传二传三传不到 我就直接讲明白了 我甚至于电话通知你 说你如果再不来 我就强制居体你作证了 那通常在毁谤案件 居体证人的案例 我还很少见 因为案子太小 不会办到那么大 说他不是 因为他不是很了不起 他被告才一年以下 那作证一年以下的案子 我要把你居体过来 通常检察官不会做 可是这件事情 会不会这样做 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完全是 检察官的权责 因为这件事情 事关重大呀 尤其在选举的时候 办这个案子 众所瞩目 他传一个人 门口几乎全部是媒体 都要看那个人 到底到不到 或者来不来 除了现在我们电视 打马赛克之外 这所有媒体也知道 带王小姐长什么样子 对呀 就算王小姐不来 黄文才来 一大堆人会问 你今天被问什么 黄文才没有来 别人可能 吴子佳传 我说我有个特别的证人 是告诉我这个消息 那个人来了 结果那个人搞了半天 也可以讲出 韩国瑜如何如何 那个也成为焦点 不管谁来不来 你要晓得传证人 当天 黄小姐如果不是被拘提了 那个场合 是非常非常 万众瞩目 因为那位先生 韩国瑜正在选总统 这几乎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时刻 所以我觉得 各种可能性都有 韩国瑜选择了 一条这条路是可以对他比较有利的 如果是自诉 他非要提证据不可 因为他原告 要提证据来告被告 所以自诉就是跳过检察官 直接到法院去审理 直接到法院审理 他没走这条路 他告到检察官 叫检察官先调查 为什么不走自诉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了 韩国选择 选择了一条 对他比较有利 可以检察官 可以不用传这些人 对不对 那王小姐也不用承担 做位证的高显 检察官不传这些人 也有可能吗 有可能 可是就失职了 失职了 那检察官不传的可能性 就是当韩国瑜 当总统以后 检察官就轻轻放假 这有可能 这个我不愿意毁谤 我检察官 说检察官应事应利 而不积极办 某假某乙的案 这是有可能的 可是这样讲不公平 因为我还是推测 这个检察官会认真办一个案子 那认真办一个案子很简单 吴子佳要求提什么证人 甲乙丙丁 那检察官就说好 我就传甲乙丙丁 那检察官就认为说 除了甲乙丙丁 我认为王小姐的关键 小孩子也是关键 可是王小姐来了 小孩子可以不要来 或者小孩子要来 我要问他几句话 说不定也有可能性 那小孩子来 他的家长陪同都可以 总而言之 传什么证人 吴子佳可以提 他的消息来源证人 他可以提 对他有利的关键证人 韩国瑜也可以提证人 可是双方如果 韩国瑜假设心虚 他可以叫王小姐 完全躲避开来 这个案子就无疾而终了 至少在悬案 悬案 这个案子就会在 至少选总统之前 也就这半年 这半年七个月 我觉得能够 检察官能够办完案件 然后就起诉或者 不起诉 处分 这个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这个王小姐 很容易就躲过半年 七个月 那从这个小王小姐 韩国瑜可能想了半天 这个方法最好 你就出去度假半年 这个案子就拖过去了 未来等到我当选了 或者如何 再来谈这个案子 那已经是完全 天下大事都已经变了 那时候再来办这个案子 可能再说了 所以韩国瑜选择了一个 对自己蛮有利的方式来告 我们听听看 韩国瑜今天的反应 我们特地把它整理 我们制作团队去整理 这件事情发生 从昨天一大早 因为昨天是 为什么一大早 昨天是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时间点呢 因为在前天晚上呢 这个婚外情的女主角 王小姐名字曝光了 FB的画面 她的清秀的脸庞 也曝光了 所以一大早 所有的麦克风 堵下了韩国瑜 那韩国瑜28秒快闪 那你可以发现记者把这个名字 没有像我们把他用 马赛克的方式把他蒙掉 还是为了保护 他只有可能就是一个受害者 包括等一下还有更关键性的画面 关键性的人也会曝光 那韩国瑜的28秒是选择快闪 记者有问 记者不是像我讲王小姐 记者讲王叉叉 那你认不认识 他是完全不做实质的否认 到了下午在被赌的时候 完全不回答 就说晚上七点钟要召开记者会 我们听听看 他今天呢 今天一开始的访问 他竟然告诉大家 我觉得早上联访可以取消 因为不需要了 来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面对这么重大的人格指控 应有的反应吗 正常的反应吗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好像联访团取消是因为跟王小姐的事件 完全没有关系 你们联想太多 我们是希望未来高雄市市长和市政府的联访 能够定格化跟标准化 例如一天固定两场 那这样子的话 在第一个发布讯息的时候 表述一些问题的时候 比如知道时间 然后呢 整个所有新闻界的媒体 跟我们市政府的互动 大家都了解 在什么时间点 能够固定一个联访 那如果说 每一件事情都不能do my的话 会让整个这个联访会有点混乱 因为我们活动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新闻局 大家几个幕僚都讨论 所有联访固定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了解游戏规则之所在 那就是如此 因为今天早上要找总咨询 那说实在的 我必须要赶快换衣服啊 洗澡啊这些 所以早上七点联访才取消 现在十点联访完全没问题啊 那昨天回到加分姐的态度怎么样 完全 其实已经不是最近了 已经两年多了 从我离开北农到参选 高雄市市长 在台北农产公司 在接高雄市党部主委 在参选高雄市市长 这些抹黑重伤 其实没有停过 那对我来讲 我遇到这些事情 说实在的 我是平常心的 那和王小姐 和王小姐的关系 我们今天下午会正式提高 那提高之后 我会拜托检察官 尽快尽速开侦察庭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全海内外的民众都会纳闷 谁能还这件事情 真正的公道 只有检察官 所以我们正式会提出告诉 那李嘉峰知情吗 她回去有没有 有什么态度 我太太当然知道 所以我们都理性的讨论 完全没有问题 是知道和王小姐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下午正式提高之后 检察官开始调查 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都会应讯 那这种状态之下 我相信真相自然会打败 好不好 那我们选举的检余款 1500万有没有要公布 他今天事件 可是柯P那个桥蛋的会议 记录外流 他觉得他已经被监制 那你是不是跟他有同感 我深有同感 尤其是会有一个 高雄市政府的员工 每五六天进到市长办公室 这个绝对对 没有办法跟一般窃盗案 联想在一起 所以我的内心有没有怀疑 我的确在怀疑 那选举的检余款 1500万会公布 是小编的人 是广门才给的 检察官调查之后 我相信当事人 都会要到检察官去应讯 那这种状态之下 谁有违法都会被起诉 那下午 我正式提出告诉的时候 会再一次的说明 好不好 我们选举的结余款 一定500万会公布吗 市长 我们选举结余款 一定500万会公布吗 好的